很突然的死亡 哥們幫你報仇啦69 只能說最後還是沒忍住 CRAZY 這麼大的優勢都能說 還是京東小龍決策做太好了呀 你小龍這麼大的優勢 你打一個試試 你打我就點大龍 給你壓力 不讓你打大龍 總 不讓你走啦這裡 我愛了要被一波啦 一波啦 Q2 Q3 369還沒死 哇 我的發 恭喜京東基 恭喜HOPE 拿下 下季賽 FMVP 哇 很突然的死亡 Will什麼意思 爆起369 直接從後面 再說 唷 三個 五個 五個 黃色 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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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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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一把游戏否定一整把一整个季后赛 我觉得一整个季后赛打来很好的 就这把有点晕了 这把真晕 莫名小晕了 恭喜京东获得下一代总冠军 一号种子 我打恭喜京东 套博也恭喜吧 二号种子 一号种子已经确定 要我们恭喜北京全力气 英特尔战队 站到了这个夏天的最后 获得了总冠军 来有请几位选手 站在银龙杯的前面 这个BO5真的是跌宕起伏 透人心弦的BO5 18年19年的冒炮赛 20年的下决 21年的最后赛 京东的夏天好像总是充满了遗憾 但是这个夏天 捧起银龙杯的这个瞬间 所有的遗憾都已经颠消云散 我是小天真要夕阳了 改写了注定战 拆加 卧槽 灵性决策 好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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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路 灵性灵性灵性 顶级决策 这边不一定 看一下 人是吗 哎 Jeknav跳脸 直接被妙删 结束了 Jeknav 这是你 一波了 一波了一波了 太可疼了 太可疼了 哈哈哈 如果邀逢好像 好拆好 好害怕 操 太刀了 好 我的什么 constructed 然后呢 我想 看一下 我有一把,看那个杰克拉伍打团,不晓得是哪一把,你知道吗,杰克拉伍那种人群就开了个空大,才被人打输了,解说一笔,没有一个解说输。 不晓得第三把,第二把,杰克拉伍空大了,解说一笔,没有一个人在说那个ADC空大,如果不空大的话就直接赢了。 谁敢说啊? 是的,我敢说,解说输。 是的,是,我敢说,解说输。 解说输了嘛,能拿到两个冠军的内容,恭喜京东! 玩得真好。 我是京东拿到他们奥票的第二管。 京东值得一个冠军好吧,值得。 恭喜京JDG,恭喜。 恭喜,恭喜北京JDG英特尔战队,战独这个下平最后,获得冠冠军,来,有请起位选手,站在英文杯的前面。 这个BO5真的是跌宕起伏 透人心弦的BO5 18年19年的冒炮赛 20年的夏决 21年的季后赛 京东的夏天好像总是充满了遗憾 但是这个夏天 捧起游轮杯的这个瞬间 所有的遗憾都已经烟消 可以说实话 我还是想要看京东 看这下涛博闹麻了 京东这个角色也太聪明了 涛博有点收尾难过 想开短暗中的立一下 3-6这边是有大招的 直接开大招心里下 Jekyllab进去了 Jekyllab这个位置一过去了 那这样没了 Jekyllab没有持续伤害 可能要被一波大 小天这个位置开一个苗苗 苗苗金属可能要死了 后不再打一个人头 侧边在地球被戳残了 慰问的这个位置也走不掉 后不三下 打出一个中央 一波了 冠军了 京东这一波打了个一坏五 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京东完成了这个大分盘 哇 京东 他们笑到了最后 BN5决胜局 拿上淘宝 恭喜他们 他们是2022年夏季赛的冠军 他们守住了胜者组的席位 恭喜京东 压高直接抱起了369 这把369那个神奇的气息 神奇太神奇了 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样的剧本会上演在总决赛的第五局 这把感觉又算是一把小翻盘 而且是经典的那种奇怪翻盘 奇怪真奇怪 369的拉车 但这把牙膏的沙皇也好顶啊 他那个推 包括最后 HOPE的这个轮子八的收尾 包括他们中后期的运营决策 最后一波好聪明啊 对 真的运营太厉害了 这个时候银龙碑就在眼前 时隔两年 京东将再一次把他们的名字刻在银龙碑上 他们也是LPL第三支 能拿到两个冠军的队伍 恭喜京东 恭喜京东拿到他们LPL的第二冠 让我们恭喜北京JDG英特尔战队 站到了这个夏天的最后 获得了总冠军 来 有请几位选手 站在银龙碑的前面 这个BO5真的是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的BO5 18年19年的冒炮赛 20年的夏决 21年的季后赛 京东的夏天好像总是充满了遗憾 但是这个夏天 捧起银龙碑的这个瞬间 所有的遗憾都已经烟消云散 他们用坚定改写了注定 站到了这个夏天的最后 终于筑成了更强大的自我 这也让我想起了开幕式的时候 升起的那块名牌 是从2013年到2022年 所有LPL夏季赛总决赛冠军的名牌 他们都是历届冠军们突破极限 战胜困难的象征 最后那块名牌上面 有一处留白 现在他将刻上京东的名字 京东将成为这块名牌的主人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时刻 恭喜2022LPL夏季赛总决赛冠军 北京JDG 再次的恭喜京东战队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激动的时候 台上的所有的选手 也一定有很多的获奖感言 很多的夺冠感言 很多的心里话想说 首先是站在我旁边的369 369是今年年初 刚刚加入到京东战队的 春季赛的时候你说 想带自己的队友进世界赛 如今不但锁定了世界赛的名额 更是占到了这个夏天的最后 有什么感受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这个决赛就非常感谢我的四个队友吧 因为我就因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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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